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青年睡眠现状报告显示,高达94.1%,那人的睡眠都不好,40%的人有睡眠拖延症,都弄弄西弄弄,越睡越晚,越,90%的人在睡前离不开电子产品,76.1%的人有入睡困难,睡不着,就是睡不着,怎么都睡不着。 经常的失眠,睡不好,不仅容易导致肌力解退,脾气暴躁,神经衰弱,而且还严重影响人的精神状态,对工作和生活带来众多困扰,瑜伽目前是被证实为,可以有效的镇定神经系统,改善睡眠。 如果你长期的失眠,睡不好,不妨来试试,练习体试时,每一次吸气和呼吸都集中在身体的放松上,释放压力,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效果。 下面的每个体式,需要保持大约5-10个呼吸,一婴儿是,好处,舒缓的拉伸背部肌肉,自我观察身体,减轻紧不紧张,将双膝打开或者靠近,将宽部和臀部得到拉伸。 二两握术脚式,好处,放松臀部,到地给你支撑和力量,舒缓心灵,延长舒展腰部,膝盖下方垫两块瑜伽砖,或者放个毯子,支撑宽去机放松。 三头处膝展示,好处,平静神经系统,拉伸背部肌肉,减轻焦虑,疲劳和头痛,将额头放在腿上,或者放在瑜伽砖上。 四座力扭转式,好处,按摩内脏器官,减轻背部疼痛,抬毒痒炎,粘神脊柱,并将坐骨两侧稳定在地面上,改变体式。 伸展离地面最近的一条腿,五靠墙道电视,好处,促进血流倒流,减轻背部疼痛,有助于减少痛经,为了更舒适,可以将一块毯子放在坐骨下面。 如果过程继续很紧,请将臀部从墙上移开,或弯曲一点膝盖。 每天来一篇走新的瑜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